你的这些才艺是你自己琢磨的 想的 想的 因为你想苦中作乐是吗 你那些粉丝知道你的病吗 有一部分知道 有一部分知道 粉丝有一部分知道 就不知道粉丝知道之后吧 刚开始就挺旗帜的 说到孩子这么胖 也不会减肥 你家长是怎么想的呀 责怪你 责怪我了 后期就不知道粉丝知道了 孩子得这种病是吃激素 大量激素导致的 完了就对孩子特别的一种客户吧 包括鼓励 包括给他一些力量 没事跟他试视频了 有时候跟他聊聊天了 说这番话去鼓励孩子 对孩子也很大的帮助 也很大的鼓励 所以说孩子自从 这些粉丝鼓励之后 他每天都积极向上 配合治疗 配合吃药 他现在的状况一步步在 好转 一步在好转 没想到再生一个 暂时也没有去想 只要是先把 眼前这些事情先解决了 因为他这种病 一旦要说不及时治疗 就会很痛苦的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在一个 物业公司做管理 大概月收入能有多少 月收入在五千左右 您呢 我也在物业上吧 那他治病要花多少钱 你刚才说的 这是富贵病 他治病从始到终 到现在这五年来 花掉了一百左右了 那就欠了债了 欠债了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孩子得病 那次送了重病监护室 当初是那个 我们一直都在外地嘛 在外地也是接到电话了 说孩子高度感染 高度感染 说免疫力很低 免疫力特别低 高度感染 说整个肠道都浮肿了 就整个内脏已经衰竭了 当时在医院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在医院去陪伴他 只有奶奶 家里的老人去陪伴他 我们得赚钱呢 听到这电话之后 我就赶到医院 当时一看到孩子 那种已经是心跳加速 正常人三倍左右了 说那种心跳加速 抱着孩子 孩子当时就特别的 那种状况吧 也是特别黏 特别黏 就是爸爸爸爸 我不要去 我要回家 爸爸爸爸 我不要去 要回家 跟我说了好多遍 因为孩子当时也懂点事 也知道这个宗宁监部 去了需要很多的资金 还有很多金钱 他意思就是 我不要去 我能挺我去 我要回家 就这意思 完了就抱着我的头 当时氧气瓶也给安上了 氧气瓶也装了 从二楼走到三楼 我抱着一瞬间 他搂着我 不要说爸爸 爸爸我要回家 当时我的心里 就特别难受 像刀扎了一样 我在这时想到 我说 儿大你必须坚持 一定要坚持 然后爸爸会努力 把你的病病看好 走着监部室 给送到里面 把这孩子 从我的手 交给了医护员的时候 孩子心里 特别难受那种劲儿 特别难受 除了医生 给我签了一份 病危通知书 跟我说了一番话 如果说 孩子这次 如果说能挺过去 他就能脱了一份 如果这次挺过去 他就有一种 面临着离开的可能 你们随时要做好 这样的准备 对 随时要做好 这样的准备 不大一会儿又出来了 除了要我们签了一份 又是上了一个 什么呼吸机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那呼吸机上了之后 说正常呼吸不了了 必须用这个机器 来给他呼吸 就是自动的呼吸机 说又面临着严重了 高烧到40多度 体温也下不来 所以说那种时候 当孩子在里面 什么情况 大人特别着急 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那次最困难的时候 也是医药费跟不上了 完了把家里的房产 都变卖掉 去给孩子去治病 我们在北京 医药费特别昂慰 那种时候 我们就是做好了 后面的一切准备 为孩子去治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